泡泡豆花 应该就是一个水弹性质的 但它那个质地有点不太成熟 比较古早的那种质地 梅粉团子 也还行吧 整体就是 我一般玩一玩的最后 我就有点飘飘欲燃了 我就想睡觉 这个搭泡泡还是可以的 拉针性虽然不足吧 你慢慢的撑还是可以的 然后手感是比较软糯 润滑的丝滑的 对 也可以搭模布 手感像嫩豆腐 可以搭很大的泡泡 哎呀 这个网格效果很好啊 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哎这个网格效果很不错 耶 以前我很抗拒生孩子这种事情 但是我我觉得我很适合教育下一代 我要培养一个优秀的下一代 我就在想 你是生小孩会不会去想开一场新的 游戏一样 哎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刷到好多育儿博主 我感觉育儿博主的孩子 情绪稳定又有个性又可爱 可能不是都长得唱吧 羊娃娃一样漂亮 但是性格都很好 我怎么了 哎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我小时候我对孩子这种 这种存在 就是感觉 哎我不喜欢不想要 但是别人有的 我也要有 而且我特 我我从小 我我上初高中的时候 我就在幻想 我长大了以后 我一定要飘飘亮亮的 去参加我孩子的家长会 感觉生育养育和教育这种事情 就是十分收入 不是十分 投入三分收获的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苦中作乐 但是你说人生要是没有这些 纷纷扰扰的事情牵绊的话 有感觉人生太无 我是闲的吗 不是 其实我最近工作挺忙的 而且人到了这个年龄 你会发现 其实身边已经没有多少 可以和你争论什么话题的人了 大家都是疲于生活 但是你要是有一个孩子 你可以和他吵架 你可以和他争论一些问题 而且他还和你的性格 基因长相 有一定的相似成功 我在说什么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就是我刷了一些博主 他把小孩打扮特别的时尚 而且小孩也就特别可爱 情绪很稳定 就感觉这孩子来了就是 来拯救家长 来给一个家庭带来欢 欢声笑语的那种孩子 你知道吗 就是天使宝宝那种感觉 我翻了我小时候照片 我说妈 我说 我说你小时候 有没有看着我特生气 因为我小时候感觉 真的是长得惨不忍睹 我妈说 哎呀自己生的有什么办法